看看新闻网 在地震发生之后呢 通往保兴县的省道210线 受地震的影响多处塌方 车辆无法进入 昨天下午 央视记者跟随武警四川总队 翻越了塌方路段 步行进入了保兴县境内 我们来看一看一路的景象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省道S210 那么这条路呢 是通往保兴县的 林关镇的一条生命通道 但是由于这个地震呢 我们看到在我身后 形成了很多的这样塌方体 而这个呢 也是我们一路上遇到的 第三处塌方体了 而且我们走在这个路上 随时呢 都感觉到有这个小石枣 就是垮塌下来 小石头砸在我们身上 那剩下的五公里的路程呢 我们还是只能通过步行 前往这个林关镇 一路上余震不断 随处都能看到 被山上滚落的石头 砸毁的汽车 大家注意啊 过程的时候 一定要快速通过 千万不要慢 因为这个椅子随时在吊下吧 很危险 走 我们步行了 一个多小时 爬过了十几处 像这样的塌方体 终于走过了这塌方路段 下面呢 我们将搭车 继续向这个 林关镇前进 我们下来的几月之后 我们下来的几月之后